今天又下大雨 青銅伴變多了我也好開心 都不用做事當然開心 下超大的 連天色都超暗的 這邊下五六七點沒兩樣 金牌又送我東西耶 這東西就給你了不嫌棄就試用看看吧 白天運動一下流個汗晚上會很好睡 我的運動神經這麼發達說的話絕對不會錯的 這兩個有關係嗎 全集中 只有兩個是一間啊我也只有兩個顏色 這個木頭的這樣有合嗎 還是要 這一個顏色 感覺都不太合耶 而且 而且 那如果是用波斯菊花灑的話 不知道覺得大家覺得哪一個比較合呢 如果是波斯菊花灑的話地板我會再鋪一個別的樣式 淋浴間應該就不用了 可是這波斯菊花灑佔空間喔 這波斯菊花灑真的蠻佔空間的 總之看大家覺得哪一個比較適合吧 就先這樣吧 有新的耶 釣魚大會阿 7月11日星期六下禮拜阿 釣魚大會又出現啦 好喔 7月11日星期六下禮拜阿 新的叫 dehyd 7月13日星期六下禮拜阿 奇怪,今天大家 我有看到有出門的,可是怎麼到處都找不到人 金牌跟書餅都不在啊,可是外面都沒有他們 金牌在這裡 哈嘍,眼睛好可愛喔 啊,你是住所島上居民嗎?我是今天要開始住在這裡的馬欣欣喔 原來是從ORANGE BUG島來的 哈嘍 雪蓉 雪蓉 可惡啊 不過沒關係啦,馬欣欣很可愛 欸 可是為什麼他的口頭禪是沒改過的 我還以為從別的島搬來的話,口頭禪會延續上一次的 其實馬欣欣真的蠻可愛的啊 馬欣欣真的蠻可愛的啊 慢慢來應該沒關係吧 所以我決定回用至今為止的經驗 一定要在今天之內好好把東西整理完 絲絲 奇怪 喔 我在想說那個,我不知道才做過一個絲絲有兩種的 原來那是那個 晴天的,晴天的口頭才是獅獅 獅子的獅 是 只下大雨 也要,也要潛水 穿這個鞋子好奇怪喔 感覺很不舒服 有了 把你剛剛的返利貝給我 拿去吧 借了 我用好東西跟你交換囉 那我可以順便說一句 治理名言嗎 在對戰遊戲中按下重射鍵 就等於是認輸了 就是這樣 今天好滿足 今天好滿足 真的 真是太厲害了 哇 又給我珍珠 可惡 啊 蘇餅 竟然有綠色的游泳池 阿薩珠珠珠你也來買東西嗎 我來看有沒有什麼特價的好東西喔 這,這商店有特價 看到這裡賣這麼多東西 就會不知道該買哪個好耶 肚子餓了 肚子餓了 你們商店有特價過嗎 還是只有我沒有 還是只有我沒有 今天真是狂風暴雨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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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雪美在這裡 而且還穿回她最原本的衣服 每件都好好看 讓我好難選擇喔 今天就來考慮一整天吧 明天再來買 欸 明天衣服不就不一樣了嗎 不是被人買走 是他直接換掉了吧 這件衣服的作者是某處的 島的某人 蛤?你是在看上面的喔 好吧 那 喔 有浴衣耶 千牛花浴衣 這顏色不錯 好 好 既然是七夕就要穿浴衣阿 狂風暴雨阿 你穿這個 你穿這個迷幻貓咪我就不能送你衣服啦 你不覺得今天島上的風很舒服嗎 蛤 蛤 蛤 那這個給你吧 海獅帽子 海獅帽子 蛤 怎麼會是這樣 跟我想的不一樣阿 運動服 可惡美麗洛雖然很可愛 但戴帽子好像很奇怪阿 不適合戴這種帽子 滴衣服 沒錯你要這個嗎 什麼 喔!對! 喔!蠻帥的啊! 爆兵機! 昨天一整天狂風暴雨,今天終於停了 啊是那個...收賣...收購箱 好啦! 終於出太陽啦!有人的東西丟在我家! 喔! 這什麼?要自己偷看一下是不是? 設計服術的術口袋,充滿了手作感 這哪有什麼線索啊? 啊... 蘇餅這麼高興!是因為馬欣欣來了嗎? 哇!尼加利也在跑! 可是你們手上沒有拿那個草 而且蘇餅還穿這一件 他有夠高興的 啊! 趕快去看看馬欣欣! 馬欣欣! 欸!不在! 放哪去了? 亂了! 這妳的嗎? 妳有東西不見了嗎? 啊! 啊! 呃... 為什麼你們都知道是誰的啊? 學美啊! 為什麼你們都知道是誰的啊? 我完全不知道是誰的 學美在哪啊? 學美在哪啊? 學美不在 學美出現了 靈感少女剪刀 蛤?有一隻動物叫剪刀喔? 哈哈哈哈 而且還元氣型的 啊!我有了 這妳釣的 我裝了重要東西的漱口袋 重要東西 找他找好久 雨衣 沒下雨了才給我雨衣 最後還是選了這個 今天是洛蘭 啊!我的錢不夠喔!我都忘了 我好窮 我好窮 沒力肉的口頭船都還沒改耶 實在太厲害了 在這種環境下 竟然都還沒改 我好窮 喔!終於買完了 我好窮 地層壁紙 喔!還蠻酷的啊這個 沙漠牆跟廢墟地板 蛤! 這個地毯如果能鋪在室外 該有多好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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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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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RIX 呵呵呵呵呵 其實也不用一定要活影跑啦 只要看他們在廣場走來走去我就覺得很療癒了 別人在旁邊跑來跑去 梅利諾還竟然還可以做瑜伽 竟然有小電視今天 太好了我要買 先買 一斤電視20吋 剛好6萬買 今天有長的旗袍 長旗袍 還有各種學士服 喔有這個很夏天的 連身裙 這個也不錯啊 下面就 喔有海灘拖鞋喔 沙灘拖鞋 穿這個游泳還比較適合一點點.. 可是很可惜的是 這基本上的顏色都被腳丫子擋住了 只能看到那個鞋帶 又買爆好多 買爆 好 好 真的開始認真要找馬猩猩了 他在跑哪去了 才剛搬好家就亂跑 跑不見 還是到別人家去玩呢 有可能 有可能到別人家去玩呢 啊 釣魚大會啊 糟糕了得開始做魚鵝了 最少最少也要做兩三百個吧 魚鵝被我釣得一條都不剩咧 哇哈哈哈哈 哈哈 啊 好喔 突然發現他家的音響被我換掉啊 哈哈哈哈 送他的家具 就把音響換掉 看到馬殺了 所以全島的人都找到了 這只有馬猩猩找不到 啊啊啊 他又跳著 在這個機關 阿 alla 股 對的事吧 出賽的衣服 我就穿釣魚背心阿 我有送他釣魚背心嗎 好像沒有 欸有欸有欸有我記得有 聽到腳步聲了 果然馬猩猩在這裡 嗨嗨阿薩 既然這麼剛好能在這裡遇見你 總讓人覺得有點害羞耶 嗨嗨 看著這附近的魚兒 我開始覺得肚子有點餓了耶 嗨嗨 欸你真的 跟素品基本上是絕配耶 馬猩猩也蠻可愛的 而且是難得的第二個元氣型 雖然我蠻常釣到這附近的魚 但像這樣跟不同的角度來看 又有另外一種新鮮的感覺 可是他講的話跟馬莎是一模一樣 這樣子的話 有一個女孩子的衣架子了 他應該也穿什麼東西都會蠻好看的 看著孔雀魚 連我都想穿上有荷葉邊又輕飄飄的洋裝 跟他一起跳舞了 絲絲 好厲害唷 托你的佛派才能好好觀察他呢 果然親眼看到的感覺 跟在書上看到就是不一樣 快點啊快點讓我送你禮物啊 我就可以送你荷葉邊的什麼倫巴洋裝之類的 好厲害唷 可是總覺得 第一次應該要在家裡 要去看一下他家裡才對 他竟然就不回家了 好多人連瑪莎也加入了 然後學妹在幹嘛 他原本是叫我阿薩太郎嗎 可以是可以啊 沒有很喜歡隊長這個 哇廣場有五個人 廣場有五個人真是難得耶 超棒 哈哈哈哈哈哈 為什麼 你家裡沒反應 反而是梅里諾有反應 大家都 大家 你家裡 哈哈哈哈哈哈 啊 我尼你這麼可愛 ability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呵呵 哇廣場這麼熱鬧真是太棒了 果然天氣好就是想要讓人去海邊 GO 天氣好游起來就是不一樣 跟昨天狂風暴雨的時候游泳那種感覺就是完全不一樣 真是太棒了 有啦 有啦 把你抓到 把你剛剛抓到的返利貝給我 拿去吧 我用好東西跟你交換囉 那我可以順便說一句 治理名言嗎 可愛的天使 背上長著猛禽的翅膀 有啦 我說的沒錯吧 你講的是在 現在才發現他的臉 講完以後是這個臉 你講的根本不是 你講的是那個吧 你講的是法靈吧 迷宮犯的法靈 今天好滿足 那也滿容易滿足的嘛 我要看看 你看 人魚沙發 NICE 黑摸黑摸黑摸 喔好漂亮喔 讚耶可是要10個沙錢 沒問題 好漂亮喔 又是這 又是這一個對話嗎 這次選不一樣的好了 這樣子的情況 我怎麼沒 我怎麼去選別的嘛 點點點 好像也沒那麼適合吧 這兩個都很不好啊 那個 你這樣一直盯著我看 正式的不行啦 請不要再繼續盯著我了 我會很害羞的 呵呵呵 原來點點點的 結果是這樣 也就是說 你美的都讓人看入神了呢 你應該要更有自信才對阿 學美式的呦 呵呵 哇 哇 沒力若是特別喜歡運動還是怎樣嗎 喔 真不錯 阿 阿這不能躺喔 我以為是躺的 這是要做的 不能改造顏色喔 欸 這樣感覺也蠻好的 好 不能改造顏色倒是有點可惜阿 總覺得可以把這一個花 花圃撤了 藍玫瑰已經長出來了 他們就沒有什麼用了 呵呵呵 你們已經沒有用了 但是一個一個挖又好累喔 馬星星很愛在外面耶 是不錯啦 但是 這樣就不能去看你家了阿 欸你回去好不好 什麼 書餅還在玩 喔沒有 喔 哇 哇 正在排練自己騎著 蛤 自己和騎著白馬的王子 初次相遇的場景喔 什麼 你是說書餅嗎 哎呀你看起來很開心阿 是什麼樣的場景阿 是王子殿下對我一見鍾情 還主動向我搭話的場景唷 美麗的小姐 要不要和我一起 兩人共同打造一個王國呢 就像這樣 原來你說的白馬王子不是比喻 是指真正的王子阿 這應該已經到了幻想的程度 已經不能算是排練了吧 雖然擁有夢想也很重要 但是只做這種不著邊際的夢 現實中的自己是沒辦法成長的喔 美麗諾講話好殘酷喔 難道是因為他的 他的過去的關係嗎 呃呃 真是的 美麗諾真討厭 每次都只會跟我說大道理 這樣很無聊欸 絲絲 美麗諾 美麗諾已經 已經到了超然的地步了 總覺得那是大姐姐會講的話欸 為什麼是美麗諾講出來呢 成熟型講出來 美麗諾的臉真的好可愛喔 美麗諾的臉真的好可愛喔 又是釣魚大會的話題阿 美麗諾he 美麗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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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然考試都結束了 他穿這個祭典服再加那個帽子真的好合喔 升高尺 啊這個東西啊 比起讀書你應該現在就去練習釣魚吧 哇 啊 哎呀顏色有點太相近了齁 不過還OK啦 還蠻合的還算可愛 啊 金牌這樣穿還蠻不錯的 而且還剛好還戴這個 戴這個太陽眼鏡 還蠻不錯的 約翰送我的這個馬德格文什麼 馬德格文襯衫還什麼東西的 還蠻適合金牌的 顏色也很搭 啊 我送他這個東西 他雖然擺出來 但是音響也又不見了 音響只活一天 NO 而且你這裡這麼空 你就擺個音響啊 可惡欸 啊我知道了 剛才送他一個積木音響 但是可能要等明天了 馬欣欣怎麼還不趕快回家 看來他是短暫 暫時是不會回家 好吧 那這一集的動物之聲 就先玩到這裡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